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何去规划 如何拿地 最后如何盖房 就讲了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这个法在考试中间呢 第一 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难度比较小 全部都是法条 所见即所得 没有什么有争议的问题 第二呢 重点比较突出 尤其是2019年修改了土地管理法 所以土地管理法修改的几个部分 包括永久基本农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那肯定是我们今年考试的重点 好 所以另外呢 这个在考试中 这一章呢 题量不高 别看有四个法 其实呢 题量也就是两道题左右的一个题量 好 下面我们具体的看一下第一个法 第一个法第43讲 土地管理法 这一讲中间四个问题 第一是土地的全属制度 所有权使用权 第二是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好 第三 耕地保护 耕地保护中会要讲到一个重点 永久基本农田 第四 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是一个重点 尤其是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 好 我们呢 先看一个背景知识的介绍 关于土地的全属在考试中是低频考点 了解一下呢 我们国家的土地全属制度就可以了 那在这儿呢 土地的全属分为所有权和使用权 其中呢 所有权就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 其中呢 国家所有又叫全民所有之所有 一般我们讲城市市区的土地是全民所有之所有 集体所有呢 主要是指到农村的 或者是城市郊区的 所以一般来说 一讲到城市的市区 那么这个土地呢 就是讲到全民所有制的土地 而一般呢 讲到农林牧鱼的这一块 那就是属于集体 集体所有的土地 对于这是我们国家土地的所有权 那如果按照用途来分的法 来分呢 是三分法 也就是分为农用地 也就是农林牧鱼 第二呢 就是建设用地 你比如说要盖这个商品房 盖小区 盖这个商场 这都是属于搞建设 那这个地的性质是建设用地 还有呢 就是其他不属于农用地 也不属于建设用地 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个分法如果呢 是按照所有权来分 是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就是呢 按照所有制是两分 如果按照用途的话呢 是三分 就是农用地 建设用地和其他卫力用地 那在这呢 它的分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的话 集体所有的土地 既可以是农用地 也可以是建设用地 你比如说农村 那么它的土地大部分是农林牧鱼 但是农村中间也有呢 这个公共基础设施呀 也有这个学校呀 医院 那这个学校和医院的用地呢 它在用途上又是建设用地 你再比如说 这个全民所有制土地 国有土地呢 它也可以有农用地 也可以有建设用地 你像国有农场 那国有农场的话 地的所有制的性质是国有 可是呢 它干什么呢 它的用途呢 是农林牧鱼 所以说 大家注意啊 这是两个不同的分类标准 按照所有制分为全民所有 集体所有 按照用途就是农用地 建设用地和其他 那在这呢 全民所有既可以是农用地 也可以是建设用地 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是 虽然是集体所有 但是也可能是农用地 农林牧鱼 也可能是建设用地 好 这是我们关于呢 土地的这个全属的一个背景介绍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呢 是关于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在我们图书的第216页 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的话 首先注意啊 它的用途是建设用地 第二呢 这个土地的全属是国有 国有性质 一般的来说就是指到呢 城市中的这个土地 城市开发这儿土地 这是我们这一张中间 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对于呢 城市中间 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最常见是两种取得方式 一种呢 是出让 叫做出让 好 另外一种呢 是叫做化波 其中尤其是化波 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下面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种方式出让 一般的来说 商业性的用地 它的使用权的取得方式都是出让 比如说万科现在要盖个商品楼 或者呢 要盖个购物中心 那这个商品楼购物中心 都属于商业用地的性质 那开发商呢 肯定是通过出让的方式 这儿所谓的出让 其实呢 是一个合同观想 那就是我们常说到的 现实中常讲的招票 招拍挂的过程 是我们这样的出让 那这块地呢 首先是要挂出来 这个地一共是150 好 这个地呢 它的用途是商业用地 或者住宅用地 这个地先挂牌在市场上 挂完之后 然后呢 这些开发商 再看是谁出的价高 然后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 再来拿这块地 所以我们这儿的出让 其实呢 就是我们城市中间 最常见的开发商拿地的方式 简称为招拍挂 好 对于出让来说 那现在呢 第一就是 土地的管理部门出让方 和土地的使用者 是指的开发商 他之间呢 签一个书面合同 所以他这是讲到的 是一个合同关系 既然是合同的话 那就是双务有厂有期限 双务开发商有交钱的义务 那现在大家看城市中 动不动呢 一块住宅用地的话 它的价格就是上亿的这个价格 就是讲到的 开发商想要交出让金 那对土地管理部门来说 它的义务就是要交地 另外呢 它是一个有期限 期限 你比如说住宅用地 那最长呢 是不超过70年 工业用地40年 反正有个期限的限制 总而言之 这儿的出让 是一个市场行为 是我们讲到的 双务有长有期限 是商业用地 最常见的取得方式 那对于出让地来说 现在你如果改变 出让地的用途 或者是使用权到期了 续期怎么办 所谓呢 改变出让地的用途 那就是我本来呢 现在这个地的性质呢 是商业用地 就盖商场 当我拿到地之后呢 现在我准备变成住宅用地 由商业用地到住宅用地 就是改变了当时的 这个出让土地的用途 那么改变用途的话 必须取得出让方 和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同时呢 要重新签这个出让合同 出让方呢 是指到 土地管理部门 另外呢 还要经过 规划部门的同意 现实中间啊 这个土地管理部门 和这个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行政部门 现实中已经合一了 但是呢 我们在法条中间 还是分开的 分别来叫呢 是土地管理部门 城乡规划部门 我们不管现实中的情况 我们只看法条中间 只看考试中这种情况 好 这是指到呢 改变用途 要经过呢 土地管理部门 和城乡规划部门的同意 重新呢 是签出让合同 交出让金 这是指到改变用途 那下面我们看 土地使用权到期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城市中间的这块 国有土地建设的话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它是一个双物有偿 有偿就是出让金 有期限 你比如说 这个住宅用地 70年到期了怎么办 是讲到的是要续期的问题 对续期的问题呢 我们现在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住宅用地 就是我们讲的商品房 这个用地 住宅用地 届满的话呢 是自动续期 这是我们民法典的一个问题 就说 这个70年到期 不用你这个开发商啊 也不用你这个居住的人去申请 那么这个土地使用权 自动就续期了 要不要交钱 那么以后再说 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规定 但是呢 如果是非住宅用地 你比如说 这个地呢 上面是盖了一个工厂 那这个地的用地的性质 是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呢 是时间是40年 现在40年要到期 续期怎么办呢 这时候要致迟在到期前一年 要申请 要申请续期 如果你不申请的话 或者呢 是国家没有批准的话 这个使用权就被国家无偿收回了 申请的话 原则上都是要续期 除了国家公共利益 那么原则上呢 都是要允许它续期的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出让地 它中间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我再呢 总结一下 第一 出让地的性质 双物有长 有期限 是个出让合同 第二呢 出让地改变用途怎么办 第三 改变用途如何改变 第三呢 使用取缘到期的话 如何续期 续期呢 它分 住宅用地和非住宅用地 好 这是一种拿地的方式是出让 下面看一下 第二种方式是画波 画波呢 就不是一个合同关系了 刚才我们讲到的出让 是指到开发商 它去跟了这个土地管理部门 签的是出让合同 而这呢 画波 它是呢 一个行政行为 但这个不是一个合同关系 那么画波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用地形式 这个特殊的用地形式 在我们书的217页 它是指到呢 国家机关用地呀 军事用地 你比如说 这个政府办公楼 或者呢 是这儿的省委大院 这是国家机关用地 还有军事用地 还有呢 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 你像城市的基础设施 包括呢 管道呀 包括马路这一下 修公路的这些用地 公益事业呢 你比如说 像国家图书馆啊 还有这些医院啊 公办学校 好 另外 第三大类就是国家重点扶持的 能源交通水利项目 你像这个南水北调的工程啊 或者是说新建的这个大型的交通枢纽 左而言之 这些项目都是呢 是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工艺类的项目 或者是非常重要的项目 这些项目的用项目 它并不是纯商业化的 不是商业化运作 所以划拨地 它的范围强调的是 必须是呢 这个建设用地的范围有所限制 好 确定了现在这个地是国家机关用地 是军事用地 是呢 这个能源交通水利等等 这个用地 确定了这个用地的项目限制之后 然后呢 划拨就是直接只需要 现上人民政府批准就可以了 因此呢 它是一个行政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来总结 对于出让 是一个双物有长有期限的合同关系 对于划拨的话 是个无常无期限的行政行为 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这块用地 好 但是呢 划拨地 对划拨地的项目是有限制的 好 这是我们第二个问题 是使用权的划拨 第三个问题呢 是临时用地 临时用地呢 同学们建的比较多的 你比如说 这个城市中间 现在呢 要挖地铁 那挖地铁的话 地下呢 要挖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沙土 这个沙土的话呢 它现在并不往处运 仍然是在旁边 就放在这个地铁旁边 因为呢 挖好之后 可能后面还要回冲 回天 这个沙土再要回天过去 那现在呢 我们挖了好多好多的沙子 那要把这个沙土呢 要在旁边 要先储存起来 你就要在旁边有一块地 那这块地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临时用地 临时要占一块地方 放这个沙土 因为你之后嘛 我们讲的地铁挖了 还要往进回冲 这个沙子再要买到 买一部分去地底下 那现在临时储存 扎土的这块地怎么办 那这儿的临时用地 第一 这个临时确定的 这块地是临时用地 它呢 上面不能修建永久性建筑 还有一些呢 就抢险救灾 临时在这个地上面 搭一个这个 抢险救灾的房子 好 我们只能是搭了临时性的 不能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另外临时用地的期限 一般是不超过两年 你是临时的嘛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主要是讲到的 国有地中间的出让是什么 什么叫出让 什么叫划波 这儿一个相关的知识点 是我们在讲公司法的时候 在讲公司法的时候呢 讲到设立公司的出资期限 出资期限中有这么一个问题 它是讲到出让地的使用权 可以作为设立公司的出资 但是呢 这个划波地的使用权 以及呢设定抵押的这个土地 是不能够作为出资的 同学们还有没有印象啊 这就回到了我们土地法这个问题 因为划波地不能够拥有到商业市场 它只能是特定的项目才是划波 所以说你设立公司是一个商业行为 因此不能够用划波地的使用权去设立公司 我们在讲公司的出资也讲过 如果呢用划波地的使用权出资 要求去呢要经过人民政府审批 要转变性质 因为你划波地是经过政府审批嘛 是划波 那你就要再经过去找政府 把划波地呢转信 转化成出让地 嗯 好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出让和划波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问题是根地 根地呢一个重要的制度啊 就是严格控制根地转化为非根地 也就是要保护根地的一个 保护根地的一个最低数量 禁止呢任何单位 闲置根地荒屋根地 在整个根地这儿呢 最重要的知识点是指到永久基本农田 那么什么是永久基本农田呢 它其实是根地啊 是根地 它是说到呢 根地中间最最最重要的一些根地呢 是例如到永久基本农田 好 什么是根地中最重要的根地呢 就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指到凉棉油糖菜 就是这儿的粮食棉花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基地 那么菜呢是指到蔬菜生产基地 第二句话是科研实验田 那就是这块地呢是为了培养杂交水稻啊等等 那这块地呢是属于永久基本农田 所以这儿呢是指到根地中间的 最重要的凉棉油糖菜生产基地 或者呢是科学实验田 这一块都是属于永基 对于永久基本农田 因为它的名称中间都讲了了永久两个字 那就说明别的人呢 轻易不能去占它 所以说永久基本农田是不能碰的 一碰就要找国务院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措施 就是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 其实都是强调一个点 永基不能碰 要碰它的话呢就要去找国务院 是讲都是针对的 都是这么一个结论 好请大家呢看一下 我们这个永久基本农田的 这个不能碰的一些禁止性事项 第一个呢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 这个我们不解释了 好第二呢是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发展的零果鱼 因为在这呢 永久基本农田是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那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吃水果呀 还不用 那但是每天是需要吃粮食啊 是吃这个油啊菜的 所以说不能呢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发展林业果业 也不用天天吃鱼 鱼也不是生活必需品啊 禁止呢是发展挖糖养鱼 零果鱼 另外禁止呢是擅自调整总体规划 那么在这注意第五个小点 如果要碰永基怎么办 如果要碰永久基本农田 要求是由国务院批准 如果说这个项目选址 这是一条高铁公路 那不可避免的就是要穿过一块永久基本农田 那么也要经过国务院批准 所以其实呢 他讲这么多 就是讲到的一个词 那就是不能碰 一份就要找国务院 就是强调是永久 是这样的一个保护措施 保护力度呢是非常的强 好 对于耕地中间 重点掌握永久基本农田 它的范围和保护 第四个问题是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从这个名称中就可以看出 集体说明这个地呢 它现在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制 第二 这个地的性质呢 不是农用地了 不是农林牧鱼 这的性质呢是建设用地 好 所以它是指导如何在这个农村这一块呢 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问题 那如果说原来这块地呢 是农用地 本来这块地是搞农林牧鱼的 现在呢 要在这个地上呢 盖仿制厂转化为建设用地 首先要把农用地的转用审批 这个转用审批的审批机构呢 相当的高 如果说是呢 永久基本农田 就是国务院批准 那其他的话呢 涉及到农用地的转地审批啊 就审一级批准 所以说它最低的审批机构啊 都是审计人民政府 好 我们这个呢 作为一个背景知识啊 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农用地 因为我们原则上是要保护耕地嘛 禁止是随便的去把耕地转化为分非耕地 所以说你要去碰这个农用地的话 呃 级别是比较高的 这是我们讲到一个背景知识介绍 那现在呢 跟考试有关的是指导宅基地和集体进行建设用地 其中呢宅基地只在农村中有这个概念 城市中间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好 也就是在这呢 农村中一户一宅 一户呢 它拥有一处宅基地 你可以用来盖房子 那么就宅基地我们常说到的 这个农村的房子带院子啊 那个院子加房子 这块是宅基地 好 它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是一户一宅 第二呢 这个农村的这个村民出卖出租 把房住宅 把它出卖出租之后 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那就是我现在是在宅基地上盖了个房子 我可能呢 现在我要进城打工了 我把房子卖给了同村的张三 房子卖掉之后 过了两年 我打工要回本村 那现在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也就是说 还是讲的 一户是一宅 在19年呢 土地管理法有修改的是增加了第五个小点 在我们书的219页 它是说 我要进城落户的话 你比如说 我现在要准备在县里头买的房子 我现在要搬到县里头去了 可是呢 我村里头还有一块宅基地 这个时候不是强制性的清退 而是呢 是自愿有偿 其实你如果让我一定退了宅基地 才能去县城里买房子 可能我就不买了 所以说现在呢 鼓励你这个进城去消费 鼓励你进城去买房 那至于你这个在农村的宅基地 你愿意退就退 不愿意退就不退了 好 对于宅基地来说 第一句话 一户一宅 第二句话呢 不能是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第三就是住宅出售或者是赠予之后 那么申请宅基地不予批准 最后一句话是指导资源有偿退出 好那对于集体建设用地中 集体建设性用地中 还有一个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你想建设用地 可能它还有公共基础设施 基础项目公共设施的用地 你比如说盖医院盖中学 那这个呢 是我们讲到的允许集体建设用地 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是在农村地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 也是用于建设 但是是搞什么建设的呢 是为了挣钱的 是搞经营性建设 因此从这个词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集体说明它是集体所有制 建设用地 那么它在这儿呢 就不是农林沐浴 而这个建设用地 又不是这个公共设施 而是属于经营性建设用地 对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我们国家比较早的试点呢 是在当时在浙江 在浙江的时候有这个试点 那现在呢 也已经成熟了 也就放到了我们土地管理法中 这儿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强调的必须是符合两个规划 另外这个地必须是两个用途 还要经过登记 所谓的两个规划 是指到这个张村 现在有一百亩土地 这个地呢 能不能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要符合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 和城乡规划 要符合两个规划 第二呢 这一百亩地的话 只能是做什么呢 工业用途 或者是商业用途 也就是要两个用途 比如说 现在我招商引资 引进来这个电动车 特斯拉厂 要盖在我们这个村里头 那这个特拉 特斯拉厂的工业园区 属于要工业用地 或者说 我引进一个大型的物流基地 或者大型的商超 属于工业用地 和商业用地的用途 其实这个法条中 虽然说有一个等字 就是工业或者商业等经营性用途 但其实这个等字没有什么用 这就存在现实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农村的这一块地的话 能不能够盖商品房向社会上卖 同学们注意是不能够的 因为盖商品房这一块的话 它的地的性质是属于住宅用地 而我们这儿 现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还只能是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 它并不是土地使用权性质 并不是住宅用地 好 这是有两个用途 第三还必须是经过一个登记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土地使用权镇上 要登记为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就是要确权 把这个权力确定 所以张村这一百亩土地 符合两个规划 两个用途 一个登记 那现在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你就是啊 是一个可以流通的 可以流转的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这儿流通的时候呢 又分为两步 第一步的话 它是指到 现在假设这个特斯拉公司 去跟张村谈 说我要在你这儿呢 盖一个厂 那现在只要呢 这个张村里头的 经过的村民会议 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 经过呢 他同意的话 那现在这个村里头就可以要跟特斯拉 跟这个工厂签这个书面合同 所以说我们这儿 这个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它的流转就不用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啊 省政府的批准都不用了 你只要符合两用途 两规划一登记 那经过呢本村三分之二以上代表的同意 那现在就可以啊 是签这个合同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是第一次流转 是从呢 这个集体到特斯拉工厂 下面看一下第二次流转 第二次流转 在我们说的括号三 它是指到特斯拉 特斯拉也就是这个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人 他刚才不是跟村里头签完合同吗 交完钱 已经拿到了这块地的使用权 他是指到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就特斯拉已经取得了这一块呢 集体土地的使用权 那么特斯拉拿到这个土地使用权之后 可以转让 可以赠予 可以呢 是出资 跟别人再去成立一个公司 我就用这块挫着这块土地使用权出资是可以的 其实就是讲到 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就进入到商业领域了 开始流转了 这样的话 使得呢 农村大量的闲置土地就盘活了 以前农村的土地进入商业市场是很麻烦的 很难进入到流通领域 那现在只要符合我们刚才讲到的 两规划 两用途 一登记 然后村里头三分之二以上代表通过 其实这个地就流转了 土地使用权就流转了 好 特斯拉拿到这个土地使用权 又可以把它抵押给银行 特斯拉贷款 又可以作为出资 跟别人去设了其他的公司 好 这样的话 极大的呢 是刺极大的盘活了 这个农村的这一块闲置的用地 正是因为呢 这个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可以极大的盘活闲置用地 那就怕呢 这事又做过了 又把这个基本农田也给直接卖了 所以跟他配套的 才会有到永久基本农田的 非常非常严格的保护 也就是 如果是那个 是那个 凉棉油糖菜 是永久基本农田 那你就是谁都不能碰的 你要碰的话 要去找国务院 所以他这个制度是配套的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它有两次流转 第一 村里头和这个用地 和开发商签合同 第二 开发商取得了用地 集体使用土地的使用权 又可以再次流转 而且呢 在流转过程中 强调的是叫做农地同权 好 这个地方同权是跟谁同呢 因为这个地毕竟呢 是集体这个所有制 所以这个同权 是跟国有土地的 性质是权力相同 就是我们书中间的 第四个小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租 或者出让 或者呢 是转让啊 互换赠余抵押等等 都参照同类用途的 国有建设用地 好 如果这个地呢 现在是国有建设用地 作为工业用地 最长是40年 那你现在农村这块地 作为工业用地 也是40年 也就是强调的农地 集体土地 农地和国有土地呢 是相同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土地管理法 我总结一下 2019年有三个修改的点 第一是永久基本农田 第二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第三修改的幅度不大 略有修改的是宅基地 好就增加了一个 就是农民进城的话 那现在是自愿有偿的 退出宅基地 好 第43讲的内容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